棒球成绩亮眼 新竹县竹东镇中山国小棒球队 近年来在中信杯全国少棒勇夺冠军 每天苦练五个小时 靠着强韧的打击和防守 还一并抱走了打击奖 投手奖以及美技奖 MVP等四项个人奖 堪称是最大赢家 精准快速投球 小江门使尽全力挥棒 发出轻量打击声 竹东中山国小棒球队 成立32年 11月底参加中信杯 少棒比赛夺下冠军 是继2017年后二度夺冠 我们中山国小棒球队成军 已经32年了 所以在这么多年的训练 培训之下 也帮新竹县培训了非常多的 优秀的棒球队的一个选手 尤其是U12的国手 我们学校已经产生了四位 那这次参加中信杯 全国的重要的杯赛 我们学校非常的幸运 能够得到冠军 也就是中信杯第九届 我们已经荣获了第二次的冠军 棒球队31位成员 三分之二是原住民 来自武峰和坚石 特地到中山国小就读 一元棒球梦 平日每天训练五小时 假日和寒暑假也会集中特训 队员们再累也不寒苦 去年在中信杯输给关西国小 拿下亚军 今年再度对上靠着沉稳的心态 失误也互相鼓励 展现平时训练的成果 把冠军奖辈抱回家 入选U12国手的罗浩瀚 获得打击奖 罗胜为获班美技奖 队长张琴获得投手奖 负一胜则获选MVP 第一半会比较紧张嘛 要有上累率 然后才可以让球队友士气 态度跟要鼓励队友做好来 队友才会有信心做好 一开始就是一直漏街 然后下一棵来的时候 他们都会鼓励我 所以冠军赛的时候 就可以发挥自己的实力 我是用铺垒的方式 去把那棵球解散 然后接到球的当下 我自己也觉得很惊讶 就是我竟然能接到这棵球 队友们的鼓励 让小将更有信心去赢得比赛 再加上今年体育署 和县府补助学校290万 新建室内打击场 有发球机和球网 让学生有更专业的场地练习 能大展实力 也要继续为校 为现真光 中心被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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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被冠军